有學者發現 臺灣東南部山區 可能是咳斗科植物最多的地區 而這可能也是世界頂級的咳斗科森林勝地 但是卻發現 有將近一百公頃國有地 被租用剷除 改種生薑 環保團體要求要停止開發 臺東縣政府已經對異者違反水土保持 開發了一百多萬 並且要求異者種植樹木保護水土 臺灣生態學會在臺東縣達人鄉安塑山區 拍到一處山頂的樹林被砍光 整好土地 準備改種生薑 砍下來的樹木也切成一段一段 要種香菇 學者發現 這些樹木竟然有世界珍貴的 十四種咳斗科植物 其中還有三種被列為 瀕臨生存危機的樹種 而且這裡可能是世界頂級的咳斗科森林 但砍伐成光突突的一片 對臺灣在維護全球生物多樣性的角色 大打折扣 環保團體調查 臺灣東南山區150平方公里範圍 是全臺咳斗科植物密度最高的熱區 需要被保護 可是部分已被承租 台中縣政府清查 被開挖砍樹的面積超過13公頃 當地的先議員擔心水土保持也會被破壞 要求縣府開罰 縣府表示 國有財產署已經暫停安塑山區 國有土地出租 要移交領務局 但目前業者合法承租十年的部分農木用地 仍可使用 不過縣府對業者違反水土保持開挖的行為 已開罰100多萬元 並要求種樹保護 這麼大的面積的開挖 真的是對我們當地的居民很多的恐慌 這次的發現其實也是我們發現 它有變異點 超過這樣子一個開發的面積 所以我們主動去查 還發現這個地方已經嚴重了 珍貴的森林因為土地被豬用砍伐 環保團體擔心未來還會出現類似狀況 發起聯署 要求中央和地方檢討國土計畫 一旦發現珍貴林木 應該加以保護 並且停止租約 記者 昌明哲 台東報導 頑童 Türkiye